欢迎您收看土发奇象 我是安悠奇 也请记得扫描 右下方QR Code 上YouTube来订阅土发奇象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在8月22号这一天呢 韩国瑜呢 在接见日本国会议员团的时候 是大迟到了将近半个小时 让日本朋友哭等 而今天呢 日本又来了这么一团 东京大学的这个学者团来参访 结果韩国瑜呢 今天很自豪的说 他可是准时到达现场 而且呢还对这个日本朋友呢 呛瞎 叮这个日本朋友说 今天换我等你们25分钟 可是没有想到呢 这个整个事件大逆转 今天呢这个日本学者呢 非常不满的就在脸书上 用中文发文 说是因为韩市府临时改了行程 所以呢他们才会 从别的地方赶过来 那当然会迟到啊 所以呢这个韩市长事前 到底知不知情 如果知情的话呢 还要故意将这个 日本的学者团呢 故意给日本学者团 穿小鞋设计人家吗 好那更不要说了 韩市长最近似乎是嫌 外国朋友太多了 包括了一堆机进来这件事情啊 韩市长的言论呢 已经被这个外籍移工朋友呢 翻成了这个印尼文 现在在外籍移工圈 还有外籍新娘圈呢 是广为流传 有人要韩国瑜道歉 有人大骂韩国瑜 根本不配当总统 而紧接着呢 这个周日呢 韩国瑜在初选后的第一场 自办的大型造势呢 就要在新北市登场了 可是呢 前后任的这个新北市长呢 不但呢 都不会到达现场 而且呢 立委许淑华还爆料 说韩国瑜非常的担心 担心什么呢 他说他最担心啊 就是没有人来 频频焦躁的问许淑华说 人到底多不多啊 可是呢 韩国瑜之前周周办造势 他有担心过吗 为什么这一次 会担心没有人来呢 而资深政策记者尚义夫呢 也在突发奇想节目里头 独家爆料 说其实呢 这个朱立伦团队呢 本来分两派 一派呢 是建议朱立伦把行程延后啊 那另外一派呢 则是告诉这个朱立伦 千万不要跟韩国瑜一起陪葬啊 所以最后朱立伦选择 不来参加这一场造势 而这个侯友宜的部分呢 被问到了 韩国瑜再度的这个邀请 侯友宜 要来这个造势的现场 这个侯友宜呢 则是语带玄机的说 希望韩市长能够多多的 互相体谅 可是到底要体谅什么呢 韩市侯友宜的这个体谅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梅田 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资深梅田陈培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文长会副主委黄子哲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友宁机接会顾问高宏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梅田陈东好 大家好 资深梅田黄光晴 答完 好 我们就先来看了 今天日本东京大学的学者团呢 到高雄去参访 韩国瑜呢 在现场非常骄傲的说 今天他可是准时到达现场 而且还召日本的这个学者团呢 说今天可是换我 等你们25分钟啊 结果呢 竟然被这个日本学者打脸 说那是因为你们临时更改行程啊 可是我们来听一听哦 日本学者团真的被设计了吗 韩市长是怎么说的 今天我没有迟到 或者日本人25分钟 等了日本人25分钟 没关系啊 我们要多多体谅贵宾呢 他们来下了高铁 然后找错位置跑到凤山去了 在凤山站急得不得的又找不到计程车 所以再来赶来我们四围办公大楼 既然是远方来的好朋友 又是外国来的 我们当然要互相体谅 我完全不介意 好韩市长说他完全不介意 可是日本学者团气炸了 我们来看哦 就今天参考团当中的这一名学者呢 松田康博呢 还用中文哦 在脸书上发文哦 他简直是觉得这件事情莫名其妙 他说因为我们早就收到了 韩市长阵营的联络 会面的地点是凤山行政中心 时间呢是11点 那昨天收到的联络呢 是11点20开始 地点一样是凤山 结果今天呢 我们准时到了凤山附近的捷运站的时候 才收到电话说 抱歉地点换成了四围行政中心 所以才赶忙搭计程车 跑到了四围行政中心 会面的时候呢 韩市长早就已经知道联络出问题了 还连忙说 抱歉我们联络不顺畅 没有想到媒体竟然报导说 韩市长会面之后跟媒体说 我等日本人等了25分钟 没关系啊 我们要多多体谅贵宾 我完全不介意 他说呢实在难以理解 韩市长跟他团队这样的一个作风 真的是再一次的丢脸 丢到了这个国外去吗 来问一下这个学伟啦 这个事情怎么会演变成这样 韩市长可能事前不知情吗 我跟你说 台湾人以前讲过说 你会收拾不赢 收拾不赢 韩国瑜就是那种收拾不赢 可是说实话他真的没收吗 收拾不赢 没在骗 他讲说外国来的 我们要互相体谅对不对 对啊 你体谅什么 我就跟你讲说 你明明就是市政府里面 联络人的疏失嘛 对 对不对 你本来讲在思维行政中心 你叫人家跑到凤山去 凤山就是以前的高雄县 思维行政中心在以前的高雄市 对 你叫人家这样跑来跑去 舟车劳顿 你敢说我们互相体谅 说一句比较不好 那你之前你是本国的 你进行也让日本 那个自民党的 那个青年局的那个议员 在那边等 那等的时候 那谁要体谅 外国来的人都要体谅就对了 外国人就该死 外国来的都该死就对了 太夸张了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讲话不能够这样讲 对 你要诚心诚意道歉 既然是市府联络的问题 对不对 你把人家带到那边 又带回来这边的话 你就不应该在嘴巴上还要 承这种 口舌之快 对啊 承这种知能对不对 你敢说上次 他们等我 问题是不一样的人 上次是自民党的 这一次是日本学者 对 我跟你讲 日本人对这种礼节的问题 是非常周到的 尤其是时间上的观念 他们觉得说 日本人会觉得 为什么今天这个学者 松田康伯 他会写这一篇你知道吗 他要对外澄清啊 对不对 这不是我们日本人的问题 因为在日本的话 像这种事情的话 没有到切副的地步 可是也要谢罪啊 对不对 我很不好意思 日本人很好累 为什么要让人家带 猪人带 对 日本人很顺势的 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对日本人来讲 是一件大事 对 所以说你今天 韩国瑜今天的这个反应 这些回应 你会让人家就觉得说 你做总统的人 变是你的外交国防两岸 都是你负借的 你外交而已 我说一句 说一句 还变外国来的都没来 对不对 出事都是外国的问题 都要体谅 外国来的 真的都是很可能的 责任都推给外国来的 我就跟你讲说 你不能够这样 对外交礼儀上的东西 是一件很私利的事情嘛 对 我之前还讲过说 你之前那个 自民党青年局的事情 有没有 你让日本人多气愤 你知道吗 那可能在台湾可能不知道 对 日本的维基百科 我之前才讲过 你说去查韩国瑜 下面的连结相关项目 叫做泥棒政治 我也讲过解释过 泥棒是什么 泥棒就是小偷嘛 偷窃嘛 对 就是你这个政治 是用骗来的偷来的啦 对不对 对 日本人已经这样认为 你是这样的人了 那你以后如果当了总统之后 人看到韩国瑜 你如果因为这样 措施了很多外交的机会 或者是外交的那个礼节的话 跟外国的一些关系的话 对 你如果要怎么做总统 要怎么试任嘛 而且我说实在话 你真的是风波不断 你凤凰跟鸡的那个解释 越解释就越离谱 对不对 人家那个鸡这个字 本来就是很敏感啦 对不对 果然没错 你之前本来 你第一次讲错了 对不对 在直播的时候 你给他讲了之后 对不对 你道歉就没事了 也没有人想到 再去讲这件事情 对 你没台没仅 就再提起来 对不对 对 还说什么海关 连那个海关移民署业务 你都搞不清楚 你还没有怎么做总统 对啊 对不对 你海关是物嘛 所以我们昨天不是 还在讲笑死了 对了海关又有鸡啦 是冷冻鸡肉啦 不是活鸡好不好 你搞不清楚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你这个主管的业务 你相关部会在干什么 做什么事情 你要当总统的人你不知道 那不是很嗨 对不对 阿伯你指挥这个指挥那个 都指挥错误 就责错误 那不就大家 我跟你讲 你这种当总统的爽是爽到哪里 爽到那些 爽到那些打混的公务人员 为什么 因为我们总统搞不清楚嘛 我就天天在那边混水摸鱼啊 对不对 反正你究责你也搞不清楚啊 就像我们以前常常讲的啊 每次以前在报社政治组是最大组嘛 对不对 好不容易有一次社会主做了一件很大的惊天动地的大新闻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报老板来要道谢跟社会主道谢的时候你知道吗 他竟然是对着政治组说啊哈 感谢社会主这一次这么辛苦 屁股对着社会主啊 你不觉得这个韩国瑜以后就要干这种事情吗 对不对 你看你讲鸡跟凤凰 你又越瞄越黑一直瞄 瞄到最后连现在菲律宾的网红 连印尼人都不爽 还写成印尼文 把你韩国瑜的原文都登出来 你说实在话 这个让很多人看到之后 对你台湾的印象是如何 对 你还没做总统像在参与的时候 你外交部分就已经平平失分了 那内政的部分我们就不用讲了 对不对 我们这样骂了那么久了 我这一天一天挑出来 我真的庆竹难书 这是用的对了 庆竹难书就是用在这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你要怎么样韩国瑜拜託可以吗 不要呈口舌之能 在嘴巴上嘴皮上占便宜 不是真正得的便宜 你对这些日本人你就搞清楚 明明就是你市政府的联系有问题 你就诚诚恳恳 实实在在的跟这些日本学者 这些日本友人道歉 对 就没事情了啦 就不会引发这么多的效益 让我们继续来黑喊 喊你也黑你啊 来问一下子哲啦 听说你有跟高市府求证 这个造极是怎么回事啊 会不会太离谱啊 是我想这中间的确有误解了 我先来讲一下市府最新的声明 那这第一个就是说 的确韩市长事先是不知情的 我说真的假设他知情还讲了这些话 刚才学伟哥骂这个韩市长的所有的一字一句 我通通吞下去 对那因为如果说你知道 还做这种事还讲这种话 那还去亏那个学者 这个就不得体不厚道啦 那那现在市府声明就是说 他不知情啊 我不过坦白讲平心而对 一个市长不大 子哲我再让你看一次哦 我再让你看一次哦 日本学者是怎么讲的哦 他说呢会面的时候 韩市长早已知道联络出问题 还跟我们说抱歉 我们联络不顺畅哦 然后会面之后在访问的时候 他很讶异的是 韩市长怎么会跟媒体说 我等日本人等了25分钟 没关系要我们要多多体谅哦 所以从这句话里面 你觉得韩市长是不知道的吗 我认为不知道 因为事实上那个蔡真 这一个事情的联络的一个窗口 蔡真家教授 蔡老师他自己也有一些说明 那他自己也觉得说 他当然他也客气的说法 说他自己也有一些疏忽 没有double check 那因为有改了地点 原本在那个市委的行政中 原本是要约在凤山行政中心 然后改到市委行政中心 那另外就是说 事实上市府对这件事情 是有检讨的 因为市府的第二点声明 他就讲了 他说这一次呢 是因为联络窗口有缺失 然后让日本学者跑错地点 延误了这个时间 然后呢 市府表示理解 而且呢也对于 第三点他就讲 对于这些日本的这个宾客 造成困扰深感歉意 那当然未来他们认为就是说 尤其那种接待外宾或相关行程事宜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未来更谨慎 要检讨 那所以说我想市府他道歉 他一定是有错误的地方 那不然他不用自歉嘛 那所以说这个联系窗口到底中间 尤其我觉得整个关键就是说 到底不是说不可以改地点 你说临时为了什么事要改地点 不管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可以改 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告知啊 如果你是比如说 你是在这个前十分钟还告知 那当然就很很不礼貌嘛 那假设他是很早前就告知 可是双方都没有大多check 导致今天这个状况 那也许还情有可原 不过我觉得错了就错了 那市府也道歉了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的确这个因为之前就有相关 这个韩市长准不准时 这个问题引起讨论嘛 所以才会今天又爆出 比如说这个韩市长跟这个日本宾客 这学者这个接见的时候 这个有点有点时间 搭不上等等然后改现在 那我的意思说坦白讲 我还是要提醒这个市府团队 就是说罗斯恐怕还是要酸紧一点 因为其实这一点 这个事情很简单 不要说蔡真佳教授 他说啊我因为他是科技 讲说啊我应该是现在double check 那反过来市府那一边 是在跟市长这个会面前 有没有在跟这一些蔡真佳教授 或者说这些日本宾客 在double check 说哎比如说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前 对我们这个今天是在哪里 有没有再讲一次 如果有做这些动作 今天不会有发生今天这个事情 所以可见一定是某一个环节 疏忽了 那做错就做错 我觉得这没有好拗的 那下一次未来更谨慎 不要再拿这种事情被做文章 因为一而再再而三 大家那个就会有刻板印象 好像你只要遇到接见其他外国宾客 都会发生问题 那我觉得这样不好 但是我要讲 假设市长是这件事不知情的 我猜不是假设啦 他已经说不知情嘛 那我认为市长不会是知道 这么细的事情 不是我有一些补充的啦 因为这个说实在话 市府这个联络过程之中 我们以前跑过很多市政行程 或干什么市长行程 那不可能你今天日本宾客 跑错地方的时候 为什么第一时间 没有马上让市长知道 对不对 你幕僚的联系过程之中 你今天你到市委行政中心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对方 客人现在已经到凤山了 这应该要联系 你客戴到哪里了 你客戴到哪里了 你一定要有幕僚在那里联系嘛 而且你第一时间应该 跟市长讲说 走错路了可能会延误十分钟 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都有可能 这个联系的方式 你联络官在臭三妹啦 薛二哥你认为这个事情 你刚才讲了嘛 都是幕僚在联系嘛 不过指责刚才讲一句话 讲得非常好 错了就错了 不要再硬拗了 拗的人到底是谁哦 按照这个教授在上面讲的 我他们是准时到了 你们本来跟我讲的 凤山附近捷运站 我准时到耶 好后来你们跟我讲改地点 我来了 好我们到时候晚了没错 但是你韩市长跟我们说 抱歉我们联络不顺上 这话是会面时韩市长讲 韩市长讲完这个话之后 才跟媒体说 你看这是我等了日本贵宾 等了二十五分钟 怎么可能韩市长不知道 好如果不是韩市长说谎 就是这个学者说谎 佩芬姐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谁说谎啦 其实我现在根本不要争议 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 因为你知道吗 市长出来他有随护 你知道我们也见过这种场面 随时都在打 你现在到哪里了什么时候到 你知道随时随地都在联络 所以市长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的随护随时跟你报告 我们现在到哪里 然后接待的几点钟到 那种时间都敲得很精准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错了其实就是错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 因为你知道吗 市长出来他有随护 你知道我们也见过这种场面 随时都在打 你现在到哪里了 什么时候到 你知道随时随地都在联络 所以市长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的随护随时跟你报告 我们现在到哪里 然后接待的几点钟到 那种时间都敲得很精准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错了其实就是错了 那另外一个 你看他这一次接见外宾 我觉得很荒唐的地方 还不止这个 你知道这个日本 两岸问题的召集人 他其实在日本的 国防部做过事 然后退下来到两岸问题研究中心 做召集人 东京大学的两岸召集人 你知道台日的关系 从蒋介石那个时候 以德报院时 就跟国民党非常密切 所以我有一年去日本访问 我还访问到那个 日华肯潭学会的会长 也就是日本众议院的议长 因为我是中央日报的记者 所以才特别被接见 而且是在他的官社被接待 所以日本跟国民党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 那这一次因为他是国民党的 总统候选人 所以东京大学这些学者 特别跑来访问他 然后你知道他在谈话的内容 他谈那些什么吗 他没有谈两岸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一个多月前 就知道要来访 你至少你的国政顾问团 两岸小组 应该帮你准备资料吧 结果他在会中告诉人家说 高雄的天气很暖和 你们日本可以跑来拍戏 要不然日本太冷了 然后讲话都会吐出白烟之类的 看起来不太好看 还有那个日本棒球队来这边练习 因为这边天气暖 打棒球比较方便 那些日本学者看到这样一个人 谈的内容 完全不是两岸问题的研讨的话 你想想看这些东京大学 也就是以前的东京地大 这些学者回去的报告是什么 然后而且现在中日台的关系 非常的复杂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在日本人看起来是非常关键 除了蔡英文之外 所以他给人的印象 现在我们不去管他迟到几分钟 等几分钟 光是这些谈话内容 会让人家愚笑大方 你知道吗 看完这些这几年的表现 就会觉得说 韩国瑜不管从那个什么 凤凰鸡什么烧饼芝麻之类的 你会觉得这个人就是说 他用1990年代以前的知识 跟学问跟见闻 来打这个21世纪 网路世代的总统战 所以他会荒腔走板 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你知道吗 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国民党要不要负责 你知道吗 国政顾问团的团召集人 张善政 我一个朋友连跟我说 张善政已经被他毁掉了 因为原来对张善政印象好极乐 因为原来在帮台南救灾 救地震 他说现在完全被他拖累 所以这样一个人 然后是代表国民党要选总统 你想想看 是不是国民党要 真的要提点他一下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个笨蛋 他不是个笨蛋 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批评 他穿着打扮有问题 穿着那个卷袖子的衬衫 跑去跟AIT处长碰面 像个doorman 然后这个到日本的那个青年官员的前面也是穿着衬衫 他今天穿着西装 今天已经像 所以他不是个笨蛋 但是你是不是有足够的体力精神 还有时间去应付这么重要的事情 高雄市长加上总统候选人 我觉得他真的要真的考虑 因为北农总经理不等于高雄市长 高雄市长也不等于总统 你是不是有能力 有这样的时间去应付这么重要的位置 所以能不能兼顾市长跟总统候选人 我觉得这个才是他应该考虑的 我们看这件事情 你觉得离谱的点在哪里 如果这个学者说的是真的 你韩国瑜已经告诉人家说 我们联络不顺畅 表示你知道嘛 你知道临时更改的行程嘛 然后呢 你却转过头去跟媒体说 我们等了这个日本人等了25分钟 没关系我们很体谅 所以如果说这件事情是真的 韩国瑜的心态是什么 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可能在这一次的跟日本会面 他其实也摩拳擦掌 要表现出他准时的一面 因为其实之前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当然我宁愿相信说 其实韩市长是无辜的 应该是末聊作业在联络地点 行程上面有一个状况出现 那这当然我们无法怪罪他 但是我觉得要看的一个点是说呢 今天韩市长 他已经知道联络出问题 他已经现场就已经跟人家对不起 那今天如果你已经跟他对不起完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就结束了 问题就在于你后面竟然跟去媒体讲说 你看我今天有准时 而且我还等人家25分钟 有点好像就是很洋洋得意说 你看今天我不但没有迟到 而且是我等人家25分钟 就是这种态度才会引起别人的一种反感 所以呢才会造成说这个松田召集人 其实他对于这件事情 他就要特别去澄清 他们并没有迟到 而是联络上的问题 那你其实看他的用词也非常的保守 他其实并没有口出恶言 但是所有的人呢 可是日本人会写这样子已经很了不起了 他就是没有口出恶言啦 但是所有人看就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又是一个失言的状态 我补充一下啦 当然我没有在现场 但我来想象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一种状况 就是说韩市长在受访 受访的时候 是在他接见宾客之前 或是说他们刚坐定 对不起对不起 会面后的访问 刚才的VCR是会面后的 他已经讲了嘛 而且在韩市长 背后站的人就是蔡真佳教授 我没有要拗 因为坦白讲 刚刚有讲说谁说谎 因为我不认为双方会说谎 对啊 因为说谎对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 而且日本人敢在脸书上 事后这样写说谎 所以我才要把兜起来 所以我一说假设 刚才的VCR是会后 韩市长接受访问的 好不好 你需要的事实就是刚刚VCR 没有关系 这一部分我们讯息可以再查证 可以再查证 我觉得韩市长没有说谎 他其实他真的也等日本人 等了25分钟 因为他在正确的会议地点等嘛 只是他说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别人就觉得说 你干嘛去消费日本人 光晴快听不下去了吧 其实我告诉大家真相 因为跟着韩市长的行程 你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好我们还原整个事情经过 蔡正佳老师在这个会面之前 他很缜密 而且再三确认那个时间跟地点 地点就是在老高雄县的 凤山行政中心 可是呢今天韩市长的行程 他要来接见日本 东大的访问团的时候 他人在高雄市的谷山 从谷山他是 十点四十三分就离开 而且他离开之前说 我要赶快赶回去 然后不然的话我又迟到了 你知道又迟到又是媒体的一篇文章了 可是呢为什么要改地点 因为古山到凤山是三十六分钟 十一点三公里 改的地点如果到四围行政中心的话 六点三公里 十八分钟就到了 所以他如果按照旧约定的 这个地点到凤山去的话 古山到凤山的话 他可能会迟到又迟到 就说他要马不停蹄的 路上没塞车 而且他要立刻冲进去 因为他现在就是怕晚到一分钟 会被大家做文章 所以按照蔡正佳老师 跟孙大千今天临时 发现奇怪 我们到的是凤山 孙大千叫他赶快改到 这个四围这个行政中心的时候 是今天十点多 他们已经到现场的时候 日本访问团到现场发生的事情 那很合理的一个解释嘛 就是韩国瑜怕迟到 叫幕僚改了会面这个地点嘛 你知道吗 日本人是非常重视细节跟礼述的 当松田康伯写 我难以理解韩市长 以及他的团队的这样的作风 其实这已经是很重的话 而且你想想看 一个访问团到了凤山 因为他们下捷运进了凤山 本来昊枕影霞 今天天气又很热 那进去了 然后可以昊枕影霞等你韩市长 可是你看看 他们就是一股脑的 因为你改了地点 他们要狂奔 招了三辆计程车 全部送上计程车 马不停蹄地赶到现场 而还被你韩市长奚落说是 嘿你们迟到了 我找到 你看我等你们25分钟 他这要说给谁听 他要说给所有媒体听 你们不要再抓我啦 你们之前抓的不算 你看我这一阵子 我要不是准时到 我不然就超准时 我就是找到15分钟 他之前不是在表演这个东西吗 后来上一次 没隔几天啊 他不是发了一顿脾气吗 因为他说他行程满档 所以敢敢敢 还是迟到了 所以这个变成一个鸡飞狗跳 对他来讲是动辄得救的一个事情 你想想看 这个算是什么个事情啊 我问你啊 韩市长 那是烧饼重要还是芝麻重要 真的 结果他现在是芝麻变得重要了 芝麻因为在烧饼里面掉了一地了 所以他变成烧饼不重要了 芝麻就大家看到他掉了一地了 所以他就为了捡那个芝麻 所以搞得鸡飞狗跳的 对 那你想想看 让这些日本访问坛 作为你要验证 自己不是迟到大王 而成为你的垫背 成为你嫁祸的对象 成为你的炮灰 人家日本人 日本学者何辜呢 那这是韩市长今天的一个作为 它是一个连锁效应 抱在这一团上面 就人家很冤嘛 不然一个日本访问学者 他何苦要在下午po文呢 因为他觉得这是在干什么 那韩市长这个风波 说实在他可能自己冤枉 他可能自己觉得冤枉 我怎么迟到你们也骂我 我今天早到也 而且早到25分钟 你们也骂我 我都等他们25分钟了 你们还要骂 可是问题是你中间 你让大家疲于奔命 因为你改了地点 因为要揭架 要迁就你在古山的行程 所以很多事情一发生 就怪给这个幕僚 我觉得这已经是变周期幸 他们的一个回答 你记不记得韩市长他先前在美国 他说他去会他的发小啦 就是儿时的这个很好的邻居 结果让玉山科技会 他们都是一时之俊杰啊 他们扑空了等不到你 结果你知道那个还有细节的 就是第一场等不到 因为在联系过程中 副市长叶匡时他负责安排的 他就知道说你来不了 所以整团移驾到他下他的饭店去 他还是爽约了 就我们看到是那场晚宴 可是事实上人家已经移驾 换地方到你下他的饭店 那你总可以下来吧 因为他们说他身体疲惫啊 又有时差问题啊 包括李嘉芬也晕车啊 什么晕什么的啊 所以他们奔过来 结果还是扑空 因为在联系过程中 副市长叶匡时他负责安排的 他就知道说你来不了 所以整团移驾到他下他的饭店去 他还是爽约了 就我们看到是那场晚宴 可是事实上人家已经移驾 换地方到你下他的饭店 那你总可以下来吧 对 因为他们说他身体疲惫啊 又有时差问题啊 包括李嘉芬也晕车啊 什么晕什么的啊 所以他们奔过来 结果还是扑空 所以这个在国际间 是一个很失礼的一个状况 就好比我们连带谈到了凤凰跟鸡的问题 他就在同一个问题点上 而且是他自己的自发的自身的一个问题上一直去刨 就粪坑的那个粪你不要一直去刨 你自己的问题你把它改过来 对他一直去刨一直去刨 所以凤凰跟鸡 你要让出去的 不只是凤 我们现在的现况不只是凤凰 你进来的 你要把大家都当作凤凰 为什么 因为这些新住民他们就是你讲的 莫忘世上苦人多 是比我们台湾的苦人有时候还要苦的 我举个例子 最近有一个应该是彰化的一个黄小妹吧 他苦毒 他们家住铁皮屋 嘉义 结果他在住家外面那个下象棋的桌子上 他苦毒 他考不做学校消息一登 结果因为他的心愿只是希望 我有一个书桌 后来有人送了这个书桌 我现在讲到这个事情 我还觉得起鸡皮疙瘩 我讲这个故事干嘛 因为黄小妹的妈妈就是你讲的 以偏概全你把他 让大家觉得你歧视的对象 对 对不对 他就是一个外配嘛 那在韩市长跟先前前朝的那个市府时候 你知道民进党的那些议员 他们组了一个叫新住民委员会 对 就是说特别去想要就是说 加重设聚点啊 十几个聚点 然后多条个服务中心 他们想去关怀照顾这些弱势 我讲了或许 我只看到韩市长为了选举 他成立一个新住民后援会 好 那你为什么不延续这样一个施政 因为就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他现在做高雄市长 他未来要选 现在刻诊在选总统 历朝历代或历来 不分蓝绿的政治人物 哪一个不是要 你就算是为了选票考虑 你不要有理想 你不要有价值啦 就算了 你为了你的选票 早想的话 你也要照顾这群人嘛 结果你现在搞成这样 那上次那个凤凰跟鸡的问题 你严重失言啊 先前还有刚上任不久 甚至说玛丽雅怎么当起老师啦 我对不起你啊 玛丽雅的英文说的比你还好啊 真的 而且你不能用玛丽雅去框 这些你所谓 你现在目前我们昭然若接啦 你根本就歧视嘛 那已经失言了 你就不要再放大 他现在采取的是放大 他咬死哦 我没有错 我讲鸡 有没有鸡 确实有鸡嘛 多少海关人跟我陈情 说这个有鸡嘛 就是来台卖淫的 多是来台卖淫者 对 那你说国政共和国团要的干嘛呢 排排座也不行 讲错话你也没道歉 对 后来你自我发挥再去跑 啊讲得越来越大康 人家都叫你道歉 你说这样一号政治人物 大家都要去求这个票了 要给予他们关怀照顾 只有他嫌票多吗 然后去这样歧视别人 你不要讲海伦青桃嘛 海伦青桃闷 那些苦人在我们台湾的 包括我们的苦人也去 去其他国家 你知道大家翻出一个旧稿子 我们的台湾人去瑞典讨生活 我最后讲 不过就是为了生存嘛 对 你何必这样 然后我在下面看嘛 他以前去Lone Stay 不是晚上去借助这个新住民家吗 你做这个干什么 要不然就是身体不好突然走了 要不然是我们也没看到你 在这个政策上面有什么文章 你为了当总统不一样 你和你的正面表列 你的国政思维在哪里 我们不要看你一直数落鸡啦 对不对 你的移民署跟海关你也搞不清楚 这个是 这个跟那个什么读稿机差不多啦 那个程度差不多了 你怎么当总统呢 对 对不对 而且你还继续不端出 你应该去掩盖你的失言跟错误嘛 所以我就代表我外行 我代表我犯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错误 我跟大家道歉 那你今天需要端出来 你玉山计划你给他改嘛 你不要不要用这个名词 你用凤凰计划啊 你的南向政策 你的新南向政策 那是从李登辉时代就接训 你的政策在哪里 也没看到 所以我们就看到怎么有这个 而且高雄市政府 你们注意看看你们的那个新闻稿 你们针对这个事情 我讲后面这个 风行机 他们发出新闻的是什么 有人刻意在操作 谁操作啦 话是你讲的 谁操作谁在讲啦 失言是你失言 到现在还继续跑 继续在犯错 把那个错弄得更大 然后国阵也没有看到 这样而且 那个知识落差到 你毕竟以前当过立法委员嘛 你如果 连政府组织你都搞不清楚 难怪他觉得是中国大陆的 北大的政府管理学院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落差 那国民党 有任何能人知识 学者专家 前朝官员 还有以前的遗老 你们出来教教他 不然说你说这号政治人物 这号候选人 哎呦你们吞得下 可能别人吞不下 你毕竟以前当过立法委员嘛 你如果 连政府组织你都搞不清楚 哎难怪他觉得是中国大陆的 北大的政府管理学院啊 北大的政府管理学院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那国民党有任何能人知识 学者专家 前朝官员 还有以前的遗老 你们出来教教他 不然说你说这号政治人物 这号候选人 哎呦你们吞得下 可能别人吞不下哦 不过呢这个事情哦 严重的地方在于哦 韩市长如果知道这件事情 他还隐瞒了记者 临时更改地点这件事情 然后再告诉记者说 他等了日本人25分钟 现在逼的呢这个日本学者呢 要写这个脸书自清哦 而且其实话已经算重了 他实在呢 不难以理解韩市长跟他团队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作风 那光晴刚才也提到了 其实韩市长呢现在呢 你是一个要选总统的人哦 你可以不要再这样糟蹋 打台湾的外交吗 你将来要谈两岸跟外交政策 请问你要怎么谈哦 因为我们除了这件事情 光晴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奉走鸡来的这件事情哦 韩国瑜到后来偏偏要 他硬要解释 说鸡就是指呢 这个海关人给他很多陈情哦 说就是这个非法来台卖淫 跟打工的很 这个非法打工的很多啦 而且呢 这个这番言论呢 后来呢还被这个外籍移工呢 把它翻译成了这个印尼文哦 现在在移工圈 还有外籍新疆圈呢 是疯狂的这个转传哦 我们可以看到后续的效应是什么 还这个月籍艺人海伦青桃 希望呢韩国瑜呢 能够这个出来道歉哦 对于他说大部分东南亚 来台湾观光的 许多都是卖淫的这个事情的 表达这个歉意哦 还有印尼一共超生气的 看了这些报道之后 他说韩国瑜根本就不配当总统啊 而且呢 我们看到这个菲律宾网红 之前来台湾玩哦 还帮台湾做宣传 他说我爱台湾 我们去绝对不是做肮脏的事情 韩国瑜的话让我们很受伤啊 后来呢 可能这个效应太大了 韩国瑜呢 突然取消了这个国阵直播 这个竞选办公室说 那是因为他另有市政行程 可是大家一查 最早的下午的市政行程 这也是三点才开始的 而且呢 已经引发轩然大波了 韩国瑜还要怎么讲 请问你们啊 芝麻重要还烧饼重要 当然烧饼重要啊 可是你们却一直把重心 放在芝麻上面啊 而且呢 不止这件事情啊 本来呢 要对香港示出善意 张瀚正说呢 考虑要制定呢 扩大香港学生来台就学的管道啦 放宽这些香港学生毕业之后 在台湾的就业限制等等 后来呢 也被香港网友骂 说呢 韩国瑜当选的话 谁想过去啊 还有香港网友说 韩国瑜当选就下一个中国啦 过去有什么用呢 甚至有网友说 韩国瑜当选之后 台湾就会回归中国管制喔 好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来听一下 其实跟我们刚刚 特别提到的喔 这个韩国瑜又说 我今天可是让你们日本人 等这个 我可是等你们25分 感觉是一样的 韩国瑜是怎么说的 是芝麻重要还是烧饼重要 当然烧饼重要 但是一直把这个重心 放在芝麻上面 你看这一两天 都是在芝麻上打转 你把移民署啊 海关啊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除了保护 而且感谢这些新住民之外 对于整个国境的管制 以及台湾社会的问题 是不是要在这里 政府要更用一点点心思 拿到免签证进到台湾的 有没有产生其他的问题 这个是我想要强调的 韩国瑜现在到底在想什么 问一下东豪 他真的从东北亚得罪到东南亚 然后从台湾呢 得罪到这个香港去了 现在我们朋友都被他 这个骂到跑跑光光了 他其实没什么啊 韩国瑜像是这样 他只是把那个话题再转一下 从头到尾就告诉你 这个这个烧饼跟芝麻 青年他的青年三件 那个三件不见了 因为不能再讲 凤凰不见了 鸡不见了 对 他就告诉现在 他的用词啊 就是从 这个鸡跟凤凰这件事情 现在转成烧饼跟芝麻 你明天到晚再看我的芝麻 在鸡啊 我的芝麻 掉芝麻粒的事情 这就是韩国瑜啊 你回过来看 他把这个青年政策 一路转转到现在变成自然政策 那他的国际顾问 还要干什么 讲不客气一点 张善政 我其实本来很尊重张善政的啊 嗯 那时候 那时候新新闻的 周年的时候演讲 我们有请他来 他讲的相当不错 可是我最不晓得张善政现在怎么去 跟韩国瑜合作 因为韩国瑜到底听得懂 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到底听得懂听不懂 对 任何一个他的国际顾问 号称有一百多个人 下面再继续跟他同框 做直播 不怕吗 这些学术界的人不怕吗 对 今天日本的东大学者来 参政家教授 参政家教授老师呢 你愿意背锅嘛 你愿意帮他背对不对 你是做日本研究的啊 嗯 在日本的 东大的 学术上面的传统 你看不懂这个事情的后续影响吗 当然参政家 副教授他是 他是可以背这个锅 可是回过头来 你再看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在跟东大学者会谈完之后 会后记者会 韩国瑜为什么要去讲那句话 等于他就告诉你 今天换我等日本人了 对 今天是换我等他们25分钟了 我没有迟到 他在 这是他自己的心态的真实反应 你让你为了要让人家 变成是日本人迟到 日本教授学者团迟到 改地点 韩国瑜什么时候拿世卫中心办公啊 他不是才一当市长就把世卫中心 的市长是搬到凤山吗 对 他想要干嘛 更麻烦的是 你瞧不起这些日本东大学者 你也可以瞧不起日本 你跟东南亚一起推进去 嗯 你知道就只剩一条路 不要说人家控你们红帽子 你除了靠中国以外 你还能靠什么 你要知道 先不讲太 最简单的 菲律宾先不讲 去2017年来 来台湾旅游的 比菲律宾少一点的是泰国 29万人次 嗯 最近跟韩正宜人同台 喜欢讲 这个特殊事件 也就是说所谓来台卖营的 嗯 2017年 泰国的 泰国籍的 发生次数不到500件 400多件 嗯 那我们官方统计认为 可能跟 呃旅游目的不符合的 嗯 1400多件不到1500件 再讲一次 他们的来台观光人数 是29万超过 嗯 以29万做分母 你去看那有1亿的1400件 1000 就算1500啊 1500件里面有不到500件 确认是 涉及到情色风化的 嗯 那个比例是多少 对 0.0012 韩国瑜说整架飞机上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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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对韩国瑜来讲 这有什么关系 他讲错话又不会怎么样 去年 开了那么多支票 讲错话 甚至说谎 人家不是这样当高中市长给你看 对 去年没有准备的韩国瑜都可以当高中市市长 他今天 讲这些 他这样当中华民国总统给你看 为什么 因为他的团队回来了 嗯 该就位的就位了 你们也回来了 网红也回来了 他的空军也回来了 所有王金平的陆军现在都在他那边啊 嗯 他这样他就能赢啊 他什么时候反省过自己 所有这些事情 都是我们在黑他嘛 对 都是我们的错啊 怎么会是韩国瑜的错呢 韩国瑜怎么犯错呢 韩国瑜道歉之后 告诉你 啊对不起啊 我是属机的 再不够 再告诉你 讲机没有错 然后呢 为了要呼吁韩国瑜 韩国瑜的这些网军 或者网路上的这些韩粉 怎么讲 韩国瑜只是把你们心中的话讲出来 这就是韩 韩国瑜跟韩粉的文化啊 嗯 当他讲 他就是把你们心中的话讲出来的时候 就说你们不要假道 不要在那边装道德 伪君子 你们想的跟韩国瑜是一样的 韩国瑜哪有讲错话 他根本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嗯 今天台湾如果不是这些外傭 不是这些移工 填补我们的劳动力的不足 评审有跟人家竞争 对 当台商回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 面临的问题就是缺工 洪海吉才最清楚 嗯 为什么一直主张 希望 这些外籍移工 这些外籍劳动力 要跟台湾的基本工资脱工 难道不是为了降低成本吗 韩国瑜有差吗 他照样当他高中市市长 他照样赢得国民党初选 他照样可以给你当选 下一届中华民国总统 你们不喜欢他 人家韩文喜欢他 他照样会过关啊 照样你会帮他辩护啊 就像讲鸡那句话 我永远记得 他只是把我们的心中的想法 讲出来而已 这就是现在国民党的问题啊 哇想想真的有点可怕 问一下这个佩芬姐 你觉得芝麻重要还是烧饼重要 从刚刚你明明就知道 你们临时改地点 你还要吃人家豆腐 说我等他们等了25分钟 这次我可没吃到 然后这一次呢 你讲错的话 你还告诉大家说 教训大家啦 芝麻重要还是烧饼重要 你们懂不懂啊 你们居然把重心放在芝麻上 然后还有这个香港的这个网友 现在谁相信你 所以你怎么看 韩国瑜到底他的 他到底这些事情 凸显出一个他什么样的想法 跟他的个性 其实我们虽然说他这个 没有什么国际观也好 国际知识也好 但是他自己是很自信的 充满自信 因为你知道他凭了一瓶矿泉水 一碗滷肉饭就可以打下高雄 而且把执政20年的民进党打趴 所以他绝对是有自信 然后你看在国民党的总统初学里面 这么多你看那个台湾首富也好 朱立伦也好 然后通通输给他 而且他的那个民调领先 那个蔡英文是47比15 然后所以有学者说他有906万的这个韩粉 那所以他绝对有足够的自信 他觉得我今天讲这些事 你们就所谓是烧饼芝麻 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刚刚说他都是用他90年代以前的那些知识跟见闻 来打21世纪的那个总统选战 网络选战 因为他这些形容词都是我们小时候会听家长说的 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 芝麻烧饼所以变成那个年代 大人骂小孩子或者这个之类的 所以他会形容 但是你今天烧饼重要还是芝麻重要 那你今天就说凤凰是芝麻呢 还是那些来的一群鸡是芝麻 那事实上他形容的后来他又加重解释 其实如果说他原来道歉就没事 他解释完以后人家更要去追 你这个烧饼是什么芝麻是什么 然后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少 那个东南亚来的这个观光客有两百多万 几乎跟大陆客是差不多的数字 那事实上抓到的这种所谓来不正常工作的 或者来这个卖云的人 大概才几百个吧四百多 好那你今天形容的芝麻烧饼 那你结果把那个大批的观光客叫做芝麻呢 还是这四百多个是芝麻 那个是烧饼 都搞不清楚 对你就搞不清楚嘛 你到底在讲什么 我觉得他实在是不需要去解释 然后你只要说政府的政策 如果说往这个 虽然有人才流出去 但是我们也可以征求一些人才 台湾这些年来一直在希望 有引进白领阶级的人才 那你就再加强这方面的联系就好了 然后在这些所谓的一些这个不良工作者 你加强管制就好了 不需要再去辩护 再去弄什么被人家这个拿去 翻译成这个印尼文大家在那边传 很多人现在笑他说 目前有大概三十万到四十万的外籍 这个外籍配偶票都没了 那五十万四十万的话 在这个紧绷的选情中间 一%都很严重 你四五十万的这些 再加上他们的子女 再加上配偶的话 那个票就没有了嘛 通通丢光光 所以这个选举我觉得说 国民党真的是 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讲 因为很多国民党人很紧张 就希望能够把蔡英文下架 好 那我们就再讲 蔡英文当初为什么能够上架 就是因为马英九执政让人家失望 所以蔡英文有机会上架 那你今天一个候选人 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怎么去把蔡英文下架 你有足够的条件去挑战他吗 连那个道理逻辑都不清楚的时候 我刚刚还要再重复 就是你的国政顾问团白费了嘛 你有两岸小组 为什么你不先问一下 国政顾问团 我要谈些什么内容 那东京大学的这些教授 来希望了解什么 台湾未来的两岸政策是什么 这个国政顾问团 一定有很完整的资料嘛 国民党搞两岸问题 不是今天才在搞 一直在搞两岸问题 虽然那个说法 不一定能够得到 社会百分之百的认同 但是他们确实 有非常非常长久的这个经验 国政顾问团 当然可以轻而易举的提供你 你讲些什么东西 在那个上面讲那些 那些学者一定真的是傻在当场 有人就在笑啊 就是说人家 人家为什么批评你这个暴女人 你连讲人才流失 你都在想什么 很多来卖淫的 对 买脑子你在想什么东西啊 是啊 然后最后告诉人家 这个老修成路就是说 芝麻重要还是烧饼重要 换句话就是说 你们这些人都在挑 叫什么催毛求吃 不要这样子挑剔我 所以说韩黑也好 他的供应念就是他自己 如果他不做这些事情 没有人有真的挑剔出来东西去黑他 所以刚刚这个佩芬也有讲说 韩国瑜为什么会这样子 一直戳下去他非常有自信 可是韩国瑜真的还那么有自信吗 我们来看他这个周日 马上就要在新北市 登场的是他在初选之后 所要办的第一场自办大型造势 好 那这场造势呢 这个立委许淑华就爆料 说韩国瑜其实对这场造势 他非常紧张 他最担心什么 他最担心没有人会来 而且还一直问许淑华说人会不会多啊 然后这个新北党部 预估会有十万真的吗 许淑华呢也给这个韩国瑜信心建设 说人一定会多的 我们就看这一场造势是办在 新北市的这个二重书 宏道的幸福水让公园里头 而且呢在这场造势里头 这次不唱夜席了 听说韩国瑜在苦练一首歌 什么歌呢他要solo独唱 现在非常红的 这个KTV排名前几名的 这个茄子蛋的浪子回头 浪子回头 大家看了这个四个字 是不是很有感呢 然后我们来看了 现在呢 摊贩呢也这个要来抢位子 哇这边大排长龙 据说呢要让国瑜夜市再现了 现场规划了八十个摊位呢 今天就要抽签来决定了 然后呢摊贩们说前一天 甚至凌晨四点钟就来排队了 这个排队的人潮呢 长达三百公尺 真的韩粉也要发大财吗 钢铁韩粉杏仁哥呢 就在脸书号召说要揪韩团 来参加这场造势 报名费每个人一千块钱 据说呢要号召二十万人 风雨无阻到场啊 就有网友帮忙算一算了 租四十人坐的这个游览车呢 也不过一点五万 再加个便当每个人一百 四十个人才花八千 算一算哦这个杏仁哥 还能赚一点五万 不过杏仁哥有澄清啊 所以我一毛都没赚啊 我只是个窗口而已啊 可是呢我们来看啊 韩国瑜呢 韩粉这么热情紧张什么呢 好我们就来看 这个前后任的这个新北市长 朱立伦跟侯友宜呢 通通不赏脸 朱立伦说呢 有跟韩市长通过电话啊 告诉他说我要去日本 我没有办法出席 而且也祝韩市长活动顺利啊 那侯友宜讲话就很妙了 他说啊希望呢 这个韩市长啊不要再约我来 这个参加新北市造势了 应该要互相体谅 互相包容啊 能够把自己的角色做好 才是最需要努力的地方 那国民党新北党部主委 李乾隆则说呢 我有打给侯友宜啊 他告诉我不要急 他是支持韩国瑜的 会在适当时间挺身而出啊 可是自认没填上衣服呢 就在这个突发吉祥爆料啊 说呢其实朱立伦阵营呢 呃为了要不要来参加这场造势 是有开会的 而且分成两派意见 一派就说这个日本行程是可以延的啊 要不要延啊 就就去陪韩国瑜一下吧 另外一派也则主张啊 不要跟韩国瑜一起陪葬啊 朱立伦是有未来的人 所以呢朱立伦听了这句话之后呢 他选择哪一边 他最后选择了不去啊 他最后选择了不要跟韩国瑜一起陪葬啊 所以呢韩国瑜阵营呢 对于朱立伦不来是有些不满的 可是如果侯友宜跟朱立伦都不去啊 人数呢还超过15万 热度高的话呢 侯友宜其实也会担心未来的连任之路 如果场面不好看呢 那就反过来代表韩国瑜 还是要靠侯友宜跟朱立伦的 好可是我们来看一下啊 之前韩国瑜周周半造势的时候 他哪有担心现场会没人啊 可是这一次居然担心 韩国瑜居然会担心耶 他为什么这一次开始担心起来了 我说实在话在新北市办活动 本来这个风险就很大 他们在讲说新北市什么几万 我跟你讲新北市办活动 如果没有超过十万人 那很厉害的 真的啊 十万人很多耶 我在新北市走跳这么多年了 对不对 从以前选举各场选举的话 动辄五万起跳嘛 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看过说 你这个要选总统的规格 你在新北市动物园不到十万人 你不就笑死人 我说实在四百万人口的一个大都会去 而且说实在 现在捷运又那么发达 你现在苦苦的 互相交交的就来 而且你看 他还有外线市动员 还有游览车你看 对 你不是寒粉之前 钢铁韩粉很多嘛 韩粉来的 那些青菜嘎嘎嘎最少也十万人 对不对 所以你说你在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不好看 那我其实我说实在 他们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 这个人多人少 我跟你讲 多也是十五万二十万 少也是四五万五六万 对不对 就是在这种数字里面 你说要多多少 而且那个 三重那个幸福水样公园 人家造景弄得很漂亮 你们这些去造势的 不要给人家弄坏 对不对 我还常常带小孩去 你知道吗 而且他们中秋节 还有办一个活动 新北市有办一个活动 是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 你不要把人家弄得乱七八糟 还要人家一个礼拜都要整理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他们办这个活动 这个人数不是在于多寡 我跟你讲说 其实内行要看门道 以前你记不记得 1997年那一场 那时候台北现场选举的时候 苏贞昌那个时候不是 来挑战卸生山吗 那个时候卸生山 几乎是我们贏的 大家也想说卸生山 倒在算我们贏的 因为那一年参选爆炸 对不对 包括什么林志佳 什么廖雪广 什么参选好多个人 那大家觉得说卸生山 你看我们团的 国民党那时候 你知道他们在选前之夜 办什么活动 在板桥那个体育场 办那个活动是怎样 排一排站 其实国民党 你韩国瑜这次 办肇事活动的话 你会让人家说 国民党到底团不团结 你就看到台子上 站的人有多少人 对不对 你说今天最厉害的 马英九 吴伯雄 连战 对不对 老公那票都要带 对不对 郝龙斌 老公那票老一辈子都要来 下连背 就开始一些年轻的那个 当然现在朱立伦跟侯友宜不去 对啊 那你现在各县市首长 有没有抠来 对不对 大团结气氛 国民党从以前到现在的 每次造势活动 都是营造这种大 大团结气氛 可是这是破功了啊 侯友宜跟朱立伦不来 这种团结叫团结吗 不是 至少还有其他人啊 对不对 对那你要看今天 落到的有几只嘛 所以很多人大家都开始算嘛 今天来的少了几个嘛 那你现任的立委啊 对不对 还有一些议员级的啊 或者是地方派系的大佬啊 那些 你看来几只嘛 对不对 所以哪些跑掉了不见了 那你就知道说 这个大概气氛会怎么样 大概你的组织喔 就是说 你知道团结的程度到哪里 你扣得住扣不住啦 可是说实在话 不要想太多啦 因为选举现在还有100 127天对不对 对 126天127天 你现在即使你大团结 就像以前国民党一样 哇大团结大气势 解僧山那个时候气势多大 还没到10点的时候 就喊解散 大家放气球 放烟火放什么 想说我们而已 哪知道苏贞昌那边 本来是四五百个人 坐在那边 喔大家那样 可是后来如秀一来 加上如秀一跪下去之后 现场你知道那个 整个追风广场 从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民权路 一直到汉深东路 满满的全部都是人 你知道吗 才一个多小时而已 那种是自动自发来的嘛 对不对 大家来的时候 你看一次的话 马上翻盘 对对隔天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现在办这些造势活动 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 你是要跟黑警 还是要跟什么 而且你看很明显 他这次的那个行程 他先去永连市 永连市 就是去接你的 陈宏昌的老巢 对不对 你敢说我抱女人 我就来那里 把你接你的收 对不对 你又跑去板桥磁慧公 板桥磁慧公是谁 郭台铭他的老家 人家自小人 睡在那大 他也跑去磁慧公 你看 他想说妈祖会不会来拖沫 对啊 所以他就来啊 他这次挑战的意味浓厚嘛 那我就觉得说你幕僚 说实在话 你今天 我刚才前面讲了一大堆 是说国民党 你要办一个大传结 大大 那个什么造势的气氛 那你今天前面的行程 又是一下永连市 一下子又是慈慧公 你就根本就要踢管了嘛 那你踢管又要团结 那你不觉得你自己 要打自己的脸吗 所以我就觉得说 国民党在这次选举里面 说实在话 那个什么败相 已经出现了嘛 那错误百出 你连排个行程 都排得乱七八糟 你也不要说 刚才我们讲说 那个日本那个学者来 你说实在话 你国民党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不严谨 里面那个螺丝 松成这种地步 你知道吗 而且韩国瑜一直现在 最近一直在讲说 你每天都喊那些产业 他说现在白喊 也要开始怎么样 我讲实在难听一点 我们从头看到尾 从以前看到现在 很多事情 不是你韩国瑜 自己去直接舱巴的嘛 我常常讲说事情过了 就让他过了嘛 很多事情平息掉 就没事了嘛 你自己又把外头去 拿出来 你叫人家不要爬粪 你自己爬得比人家深 对不对 舱巴接着比人家弄 那个浓跟粪水 也是你自己挖出来的 臭到要死 也是你自己搞的 搞得全身臭兮兮的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韩国瑜什么时候 你要管住那一个嘴巴 我今天看到你的气度 跟高度在哪里 我都没有看到 每天只有半嘴皮子 像小孩在半家 在半嘴 在半嘴 太完蛋了 还嫁祸人家 对啊 我就觉得说你今天 你的高度跟气度在哪里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你不适合当种 好啦至少我说 他有在改变嘛 就像刚才佩文姐讲的 我们之前不是 对他的服装 对他出现了场合的那个时候 整个感觉 是有问题的嘛 那你现在看到他知道 懂得接近外宾的时候 要穿西装打领带 所以你这个改变也是好的 那什么时候 你要把嘴巴管住啊 你现在说真的 你今天这次造势活动 这次造势活动 人多的话 不一定你的气势会起来 人少的话 我跟你讲 你的气势是年代 是垮下来 所以我以前 就一直跟你讲说 不要让人家致富其短 一直办什么造势活动 对你来说没效啦 好啦 那我们再讲这个 游览车这个事情好了 那之前那个麻花哥 才碰到新人哥而已 这两个就是 靠着韩粉在那边蹭蹭蹭 蹭的不知道多少 那你现在还敢出来 揪这个 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到时候 你韩国瑜啊 下面这些韩粉 要不要控一下 这个到时候大家的 这个帐都挖出来 如果又不清不楚的话 对韩国瑜来讲 又是一笔烂账 而且韩国瑜这一次 人家特别挑了一首歌 就要唱这个什么 茄子蛋的这个 浪子回头啊 一定有他的意义吧 学尾 我感觉这条歌 唱也是 他这首歌 浪子回头 说实话 这是要描述他自己 你知道这首歌怎么唱 你知道吗 我先让大家预洗一下 这首歌现在很红耶 我帮你打拍子 你说 婚一支一支一支那点 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 你唱的 因为讲到说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 这不就是在讲他自己 我就觉得说韩国瑜 你会不会唱一唱之后 回去讲说 哎 看到这个 小的民家败到 还是回去酒一杯一杯一杯 再来打 好了 不要再厉害了 不过光琴 点这首浪子回头 还这样苦练 是唱给谁听的 说实在 韩国瑜他歌声真的不错 而且他拨弱 就跟台下呼应 那种 他的那种方法 他其实是很在行的 那这个人呢 就是说 你一月说我抱女人 你一月说我花天酒地 你一月说我年少死后轻狂 误入歧途 说我如何如何 我就唱这首给你听 这是他的破 他经常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法 那可是他 这会儿担心 在新北市 厂子开得不漂亮 因为他在初选阶段 他把猛药 从初选开始就一直下 现在不过九月 人家都是选前 就很密集的在造势 他一路从初选 一直下到现在 这个要花钱的 初选我不是有整理吗 第一场就是妙天啊 就上千万你知道吗 开在台北市 因为是首场 你知道 后来每一场 你就看到那个人气 越来越减 但是无损于他当选 因为初选嘛 他不靠这个的话 那个韩粉 搞不好他担心会退 可是他这次开到新北 他担心什么 他担心就说 因为这次大家看整个民调 以及看现在台湾的版图 以及诸侯要不要挺韩的 这个状况 他就踢到铁板了 踢到侯友仪 踢到朱立伦 我为什么也把朱立伦 加上来 因为我这礼拜都一直在采访 到底朱搭不搭配 结果我也跟他身边的人 也跟这个 其实上一谱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那个 分成两派意见 但是呢 也被破了 就是许舒华出来讲 因为许舒华是他身边人 层指标的嘛 对 连那个打麻将都一直在一起 好春节打麻将 他说了一句说 不是媒体报导的算 不是其他人说的算 意思说叫韩国瑜说的算 那这个提案 其实不是像之前的 他之前有名嘴分析什么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就是江启臣提出来了嘛 他比较正式嘛 江启臣他也是党内的俊杰 一时之选 就是中壮代里面代表人物 他提出来的 所以就韩朱沛 就在这一个礼拜 就一直一直在发烧 我们也看到媒体在报导 可是朱立伦他是 没有意愿要搭 因为他也讲出来了 他说他全力辅选 他不求位子 可是又有点担心 因为历来搭不搭 后来都搭了你知道吗 老宋04年不会也搭了吗 然后我那时候 最惨的一次 就是07年 我判断苏贞昌不可能 跟他那个 已经是水火不容的 卸长庭搭 结果搭了嘛 绝缘体都可能后来搭 结果我就进行一番采访 可是不管朱立伦意愿如何 虽然他有表态 你许说他这样一说 许说他代表韩国瑜 这样一说 那朱立伦 他何地自容呢 好 那这个直到今天为止 侯友宜市长都不改其口 他都 他要看顾的是 400万市民 的一个他们的权益 他必须要照顾 其实最后一次访问韩国瑜之前 我访了那个侯友宜 那时候 之后我访了侯友宜 那是一个市长的一个专访 就是他们就职满百日的一个专题 就因为那时候已经被韩粉霸凌了 那后来侯友宜来上我的节目 其实我有问他 这个韩国瑜的现象 以及韩国瑜现在 好像大家有在讨论他 要不要选总统 以及他自己好像 感觉像是要选总统 他就私底下讲了一句 他就说 哎呀 该办点正事了 因为很多人不解 因为你汉子 燕子 兔子 为什么这时候 怎么断练了 其实现在就说 明明就是他要办正事的侯友宜 被党内人士炮轰 甚至讲得很不堪 那个没有办正事 中途落跑 没几个月落跑的韩国瑜 反而被大家捧成天王 对耶 所以侯友宜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改口 就是在韩国瑜 你还没有五月 什么几点声明 四点声明跳出来之前 他就一直觉得 去年你们三个人合体 你选举是所谓合来嘛 你选上了 不外乎就是像侯友宜讲的 他没日没夜的就是要拼搏 要帮市民争取福利 不是这样吗 所以你看侯友宜 从之前合适说是假议题 一路跟他们这个意见 不相容到现在为止 他针对我们刚刚前段讨论的 新住民 他怎么讲呢 他说呢 真正要疼惜这些朋友 所以他还是做他自己 可是他的这个形象很激烈的 他或许不是有意要对照 可是他就对照出 韩国瑜现在的 现在的不务市政 荒腔走板 那在新北市 你看他口有声说400万 那是跨党派不分蓝绿的 一个全市民的一个概念 可是如果侯友宜这个诸侯 最大的诸侯 他现在不只是不站台 朱绿伦不站台 朱绿伦已经表态要支持韩国瑜 但是他还不 侯友宜还不当你的竞选总部的主委 所以这样的一个效应一路 不只是说我要办正事 然后我很多议题跟你不一样 侯友宜的合适的意见 跟韩国瑜他们国政顾问团的合适 其实这两个是很大的冲突 对不对 一个当正议题一直在那边弄 一个是说这是一个假议题 因为燃烈报道都已经送到美国去了 送回美国去了 所以当新北市 就算是你轻到十万二十万 或是你们每次都会夸张 会讲四十万五十万 可是他不可能解决现在实际的问题 我就说旺中说郭台铭有三五 说他又是没有正当性又没什么 后来我也看到韩国瑜的问题 有六缺啊 他自己常出包嘛 他自己缺口太多了嘛 还有朱侯没有完全靠上去嘛 朱绿伦不搭嘛 还有立我这边报一个小料 我不讲名字 什么酸母鸡 国民党不会给你搞酸母鸡 但是中央我经过我中和采访的一个认为 我觉得不排除有双保险啊 因为要看郭台铭未来跳出来 跟韩国瑜之间的销掌 如果郭台铭不成气候 那就自然没有这个双保险 那那张保险单就是韩国瑜嘛 但是如果韩国瑜一直直直往下落 还是被边缘化的话 另外一张就是保险单了 所以我这边要报的料是说 我刚刚讲六缺没讲完 其实有一缺是立委 没有完全靠拢 甚至有立委 台北是要选立委的 一位国民党籍的政治人物 他私下去找了郭台铭啊 请他寻求他帮忙啊 是另外一个也要参选的 他知道了以后他很紧张啊 所以在立委这边也缺嘛 或者是说在地方 像那个郭台铭已经下去拔庄了嘛 我们用quote一下用拔庄啦 其实他是一露面 可能另外一边就紧张了 所以他六缺 好你就算是郭台铭有三五啦 望中反正蔡旺旺已经跳出来 就要跟这个韩国瑜 忌虚八戟啦 可是你批评人家三五 好啦就算他有三五 可是你有六缺啊 你的那个防卫线 整个弹孔很多啊 那个风都被 可能你自己自爆自然 或者你的问题 已经被打成蜂窝状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要跟人数 赵康在94年嘛 他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哇那个直升机才空拍 那个万头转动 那十万人以上耶 后来他还是落败了 所以这次又是三卡都 不只是台北市长 那个规模不一样 好你说那你比较2000年吧 所以他会担心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韩国瑜他 俨然是用一档速度在爬坡 而且手擦车忘了放 手擦车没放 你想想看 我们过去采访过 多少总统大选 有像他这么吃力吗 连赞有这么吃力 连赞2000年的时候 有这么吃力 所以在未来他的选举过程中 还有他之前 他才是抹黑高手 他以前2007年选立委的时候 他两次发大量的文宣去抹黑 那时候参选的张庆忠 还有这个李庆华 而且他后来啊 07年因为是红三军 马英九特别费被起诉 他全力挺那个马英九 他就发黑函去下毒 说李煥跟李庆华父子 不挺马英九啊 你看他那时候 跟现在他把马英九 当落手艺给我打 那个完全不同 他看板也用跟马英九的合照 然后就下毒说 这两父子不挺马英九 就李庆华他赶快 要到马英九的签笔 清笔函啊 证明他们父子 没有像他讲的这个样子 所以他那一次 韩国瑜被取消立委初选的资格 那是有史以来 我们看到很少见的 他就是自己就是抹黑高手啊 很会搞斗争 所以一个市政跟他自己 很有兴趣的这种造势 我相信他比较思维跟兴趣跟欲望 野心都放在这个造势 一个市长如果他满脑子最大的总目标 是要选上总统 你说市政那也太难为他吧 陈菊后来跟着 傍晚的时候 在我们录影前几分钟 他发了一个 一个脸书 他的脸书呢 好好的介绍了这个 他韩国瑜所怠慢的 这些学者 包括松田康伯啊 是日本数一数二重要的 而且是跟台湾 台湾跟两岸重要的 一个学者 长情关心台湾的民主发展 对台湾也十分友善 另外其中有一个叫若林正丈教授 陈菊跟他认识30年 他的著作如何 他们过去来台湾 都被大家兵主敬欢 还请吃饭啊 气氛非常融洽 此一此也彼此也 结果居然还被嫁祸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问一下这个东好了 像韩国瑜的民调 像失速列车一样 但是呢 他今天要办这个造势 他居然开始紧张起来 真紧张还是假紧张 那新新闻其实 他们有去访问这个党内人士 其实党内人士 对这场造势是忧心的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还有四个月 你现在就已经下猛药 然后提早进入了蓝绿对决 其实未必是一件好事 反而会对选情不利 你怎么看这个状况 如果当天真的像他们讲 来的十万二十万人 那难道说 侯友鱼就要开始怕了吗 可是如果来的人少的话 这代表什么意义 不要讲十万 我跟你讲 三十万人侯友也不会怕了 十万加二十万 十万二十万加起来三十万嘛 如果装得下三十万人 我就再跟你讲嘛 三十万人侯友也不会怕了 不会怕被出征 为什么侯友也不会怕 他是一百一十六万嘛 他一出征仓就三十二十九万多 你知道他得了一百一十六万票 对 因为不要看不起民进党 民进党去年输得很惨 苏专商拿多少 八十七万 八十七万票 对 对 在 蓝绿在新北没有弱的啦 但是去年民进党犯错犯太多嘛 嗯 然后三年的 三年的 三年的失证不好 一次算总账嘛 他算总账他也八十七万 八十七万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 对 百分之四十 你知道十二个立委选区 各有优势各有劣势 他不是八十七万票 撒在十二个立委选区 对 有些选区会多 有些选区会少 同样的 侯友宜的一百一十六万里面 有很多是浅绿的 侯友宜总会怕你 侯友宜心里又不选 嗯 他要选三年以后的事情 对 所以到底谁求谁啊 嗯 朱立伦就一定叫他动侯友宜吗 不要搞错啦 第一大诸侯啊 哦呦 现在不一样了 一百一十六万 他破了朱立伦的记录 对 蔡英文为什么在民进党里面那时候 讲话可以大声 他是民进党第一个在新北市 拿下一百万票的人啊 嗯 没有这个记录啊 你拿了下一百万票 就表现你有潜力嘛 对 那韩国瑜在新北能拿多少票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所以我跟你讲 三十万人 侯友宜也不会怕 嗯 那朱立伦更有趣了 嗯 大家都有在问朱立伦身边的人啊 朱立伦还在美国的时候 大概 大概心里面就已经决定了 他决定什么呢 第一个他不会去要位子 他不要去抢位子 太难看了啦 嗯哼 2016年输成那样子 摔成那样子 嗯 他不是都 他不是笨蛋 所以里面没有人是笨蛋 嗯 初选 连郭台平都输了 嗯哼 你拿什么去跟人家 喊价要位子啦 嗯 对 那更何况他自己 他自己对于两岸 有些想法也不大一样 嗯哼 但是在国民党里面 恐怕这都不是一个 主流的想法 对 所以他 他跟郭台平先生 同一天回到台湾的 嗯哼 他怎么拿什么 你要拿什么去跟人家要位子 嗯 只会被他羞辱而已 嗯 嗯 所以他的幕僚里面有两派嘛 是同一天回到台湾的 嗯哼 他跟郭台平先生 是同一天回到台湾的啊 他怎么 拿什么 你要拿什么去跟人家要位子 嗯 只会被人家羞辱而已 嗯 所以他的幕僚里面有两派嘛 那 因为本来讲好的是7号嘛 后来又改成8号嘛 那怎么办呢 那个日本行程严重 重要到不能改一下吗 嗯哼 他带老婆小孩出去嘛 哦 那 这个就是一个态度嘛 对 就告诉你 好吧 那就这样子吧 嗯 我还是会帮你 但是你不需要我 哦 许说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你要 要帮忙早点来 哦 哦 要来帮忙的很多 晚到 遲到 请排队 哦 这么厉害啊 对啊 奔队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旁边的人 旁边的人在出什么主意 韩国瑜说了算 哦 原来这么有自信啊 当然有自信啊 哦 当然气势要拉出来啊 韩国瑜唯一没有自信的地方是 到底会有多少人来 韩国瑜唯一没有自信是 遇到忘董的时候 当忘董在讲话的时候 韩国瑜坐在旁边都忘记 忘记那个主角是不知道是谁 有兴趣你可以上我这边看看 他跟忘董直播的时候 坐在旁边 我实在是不想用 那种一些字眼去形容他 哎呀要选总统的人 对 还没选上啦 没关系 他已经取了国民党的代表权啊 对 他现在做的就是跟你讲 他如果当总统就是这个样子啊 嗯 他没有骗你哦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韩国瑜在骗你 韩国瑜很诚实的 他就是这个样子 他没有骗你 包括这些帮那些学者的 嗯哼 他没有骗你 他 你们讲的东西他听得懂 听不懂 所以为什么为什么两次直播 会跑出一些题外的插曲 对 你要不要看看第三次 嗯 大家现在一定等着看第三次的国政直播啊 对 没有啊 那如果从此以后就没有了 能看吗 还一百二十几天耶 还没过一百二十五天耶 对 天啊 什么时候下去啊 新北啦 有一个立委啦 国民党提名的啦 哦 本来想去挂韩国瑜啦 嗯 你要跟他讲 你确定要挂 嗯 他师父就出 他师父就会出来 就算够白了吧 嗯 如果他要挂韩国瑜 他的师父就会出来 哦 他的师父出演输给他的 嗯 哦 你要整合啊 嗯哼 你怎么整合 你怎么整合 嗯哼 做人啊 还是回到一个件事情 政治的最基础的地方是做人 人家输给你了 嗯哼 也表态 说愿意帮忙 啊就不要拿 就不要那个态度拿那么高 什么事情都透过放话 自己打个电话给人家会死哦 贏的人要有风度 嗯哼 输的人也要有风度 对 那你今天处理成这样只有一件事情嘛 人家政治上都不是菜鸟 嗯 就知道说好 你不需要我 就好像 去年韩国瑜也吃过朱立伦的牌头 哦 来得很快 嗯 可是现在 去年的选举都结束了 明年1月11号的选举正在进行 嗯 这谁要拜托谁 那还可以 韩国瑜就强大到 我光靠韩粉 我可以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嗯哼 那就是 你们想想要来帮我的人请排队 嗯哼 如果韩粉是如此如此的强大 占权 占权台湾投票人 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二分之一加一 你可以 你就可以这么嚣张 嗯哼 那就是要帮韩国瑜的人请排队 哇 請拿挂号牌 哦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场面 你不是这样的局面 那做人你就要像个样子 嗯哼 去年的韩国瑜会这样子吗 嗯 他在成功大学的时候 对那些学生演讲的 是不是这样子吗 他告诉你 人生的路程 往往有很多插曲 有时候你选择错误 但是错 选错了不代表 就从此结束了 去年他在成大演讲 是怎么跟那些学生讲的 嗯哼 你还有现在去年那个样子吗 没有了啦 哦 所以 国民党跟韩国瑜 是没办法分开了 嗯哼 所以只能说自求多福 嗯 最近反正民进党 有丢香给韩国瑜 啊就看韩国瑜 他们剪 国民党剪香剪得好不好 哈哈 选举就是这么一回事 可是 他没有骗 我还是讲一句话 韩国瑜没有骗 嗯 当然会讲 蔡英文 郭台铭韩国瑜 这三个里面的口才最好的 讲话最逗趣的 最能够让你有效果的 是韩国瑜 嗯哼 郭台铭讲话是结结巴巴的 嗯 蔡英文讲话永远是平的 也是结巴 他比较挺 没有像郭台铭结巴那么厉害 因为他通口水 哈哈哈哈 因为大家都看得到嘛 但是 你怎么去看 这些人 嗯 所以你自己要去衡量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韩国瑜的话没有骗你 你现在看到他当市长的样子 就是他未来总统的样子 佩芬姐现在帮韩国瑜居然要领号马牌啊 没有 其实那个东豪两次提到他在成功大学演讲 你知道我们那个成功大学的校友群组里面 有支持韩国瑜的 他说你们这些民调这些都是鬼扯蛋 都不是真的都是骗人的 他说我们9月8号要这个 全部这个韩粉全部要出动 要给他那个民调冲到60% 给你们这些人瞧瞧看我们的实力 所以他们基本上其实是充满自信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不管就算有30万人到新北好了 你的摊犯是从高雄去的 然后很多这个群众是从全省各地跑去的 所以换句话说 你在新北根本没有多少人 就是说如果30万这样子除一除的话 你为什么不能动员新北市所有的摊犯 你乾隆就可以负责啊 新北市的福源够广啊 然后好吃的东西也很多吧 对不对 什么芋头糕啊什么东西 我发现很好吃 可是你就可以动员新北市的摊犯 才证明你的实力嘛 然后就是说你要征服新北市 你一定要是到真的深入到新北 所以你从各地去 连摊犯也是从高雄运到新北市去卖 这种就很奇怪 所以你就算有30万 当然30万我觉得有点夸张 说不定他真的有 因为这些韩粉真的觉得这是关键一意 要给你们全台湾的人看 我们的实力有多强 所以我想就算真的有那么多人 其实也不足矩 你知道侯友宜不会怕 你说朱立伦 他如果说觉得说真的你那么可怕的话 他就留下来陪你了嘛 然后讲到韩族配 还不赶快的扒上去跟你配吗 因为张善政是真的想跟他配的人 所以朱立伦会临时跑 临时就是说有事情走了就拒绝陪他 当然也盘算过 就是说他当选的几率有多少 否则的话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但是话又说回来 王金平说要选总统到今天 其实他是目前国民党里面比较弱的 他都不要跟韩国余配 那朱立伦这个年龄还轻嘛 他将来如果还要从政的话 如果他要从政的话 他当然不要把他的前途放在这一次 因为未知数 那你就说未来就是说四年以后 他还可以卷土重来 除非他今天决定说我要去放弃政坛 不从政了要去教书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反正他也不缺钱嘛 他月账给了他很多钱 不过韩国瑜的自信 还可以从哪里看得出来 从他这一次去新北 他排的行程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他这个除了12点开始 到这个市党部拍照 便当会之外 我们看接下来他要拜五间庙 第一间庙去哪里 先去踩这个郭台铭的这个 本命区的板桥慈惠宫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行程去哪里 去芦州的永连寺 芦州永连寺有多么的重要呢 我们带大家来回忆一下 当时这个市的这个主委 站在蔡英文旁边是怎么讲的 他们怎么可以提名一个 整天打麻将 整天吃喝玩乐 可以抱女人 可以当总统 那以后我也要这样 那我夭壽了 完蛋了 那我夭壽了 那我夭壽了 好啦 不过问一下洪安 你看永连寺的主委那样嗆他 韩国瑜我到新北 我就偏偏去踩永连寺 现在郭总想要独立参选 是不是我就先跑到这个慈惠宫 我就跟你比比看谁的这个人潮多 你怎么看韩国瑜这样的一个策略 还有呢韩国瑜现在马上就要办这个 初选的这个 之后的第一场自办的这个 超大的造势活动 那你怎么看 我想这两间庙也算是 蛮具有代表性的啦 所以其实他如果去选这两间庙 我想他也是肯定的这两间庙 确实是 确实是一个他值得去走跳一下的地方 那至于这个妈祖庙的话呢 其实我想他之前可能因为一直想说 郭台铭先生其实他出来的时候 就是有听到妈祖托梦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可能他也想去看一看 妈祖有没有照顾他 就是说给他一点指示说 他这个大选应该怎么样 从这个比较低迷的选情 开始一路冲天啦 就是希望他能够获得一些妈祖的关照 反正神明都会照顾大家嘛 那至于造势大会的话呢 我们这边倒是不是那么的担心 因为呢其实造势大会 刚刚那个光琴杰有讲到那个 1994年其实陈水扁跟赵绍康的这一场嘛 我觉得这个还蛮关键的 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韩国瑜会这么重视的 这个造势大会 其实有第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呢 其实韩粉他现在其实把持的最 就是让他最有信心 可以继续勇敢的选下去的 最大的一个支柱就是韩粉铁票 那我觉得其实 因为我刚刚有跟潘恒旭先生有对话到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让我其实有点毛骨悚然 他跟我说呢就是 国民党自己内部做的民调显示呢 韩国瑜的铁票其实有三成 这三成是怎么样也跑不掉的 那我就觉得这个民调可能做起来 跟我们所有其他人 可能活在一个平行时刻 说实话 我问你是三成没错啊 就是就是我就想说 那所以其他全全全台湾的其他的民调 都发生什么事情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网路上流传 还是有还是有民调指出 韩国瑜还是有三成的啊 你不能刻意忽视那些 对于韩这个有优势的民调 然后就看大部分 我知道有些这个民调公司 也做他三成以下 我承认啦 但是他不是每一份都三成以下啦 那你们不是有调和吗 已经有十几分民调都是说 他就是已经 网路上现在有个笑话 叫与二的距离啦 你知道蔡英文去年民调有多低吗 只有十几%啊 你知道他现在民调多少啊 他初选民调也是只有15%啦 是不是 所以蔡英文会有变化嘛 对那我觉得说这个东西 其实呢在这个造势大会上面 其实第一件事情 这个韩国瑜市长办这造势 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怎么样能够凝聚 这个韩粉的向心力 那我们来回头看到刚刚讲的 就是赵绍康跟陈水扁的 这样子的事情 当初在1994年呢 可以看到赵绍康 他在办这个所有的造势场合呢 你从那个空拍器拍下去 那个人数是非常非常壮观 如果我们说赵绍康的那个人数 有到10万的话 其实当时陈水扁的造势场合 其实大概只有3万 那为什么最后还是陈水扁 电过那个赵绍康19万票 他的原因其实是呢 今天造势场合比的 不是只人数而已 他比的第一件事情是 你每一场造势场合 你重复动员的 这个比率有多高 第二个比的是 这个选民的多样性 如果今天你在办这个造势场合 都是同一群人在这边做的话 其实就算人数是很多的 他其实也只能代表 你这一个铁票区是OK的 所以呢刚刚提到这个 这个30万跟116万我想 他其实造势场合要做出来就是 希望这些韩粉不要再消风下去 因为昨天的这个品观点 民调里面做了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韩粉呢其实已经 连续一个月以来呢 他其实已经掉了 11个百分点 那蔡英文总统的铁粉票 反而是往上的 所以我想这个造势大会 确实对于韩国瑜市长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 这段期间是不是有很多 国民党的立委真的有私下 跟你们有联络或者是 跟郭总求救吗 我只能说其实大家都很焦虑啦 就是因为其实 国民党的蓝营基层 其实有非常多的焦虑 那其实如果 韩国瑜市长的民调起不来 其实不要说 国民党可能内部有做啦 但他们可能看到很多是 外面的民调 所以他们有焦虑的情况下 当然会寻求一些建议跟解放 所以这个我想当然是 可能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对 那这个吴敦毅主席暗指这个 郭董不守信用 然后认为这个 你们还是 当初你们讲说要 照游戏规则来的啊 所以是看得出来 吴敦毅也很焦虑吗 对 我觉得 我要跟吴主席讲一下 对 人不可以不守信用 所以吴主席呢 当初信誓旦旦说呢 我们要就是推出一个 最强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要推出一个 品德操守能力政绩 他选的四项 他说这个四项能力都要最好的候选人 但是呢我想问一下 吴敦毅主席 你这样的信用在哪里 因为最后你推出来了一个 全台方每天会担心 他上班会不会迟到 担心他那个打麻 不打麻将不喝酒 会不会不太舒服 然后呢担心呢 他会不会哪天就是 又不小心呢 那个农舍 他可能舍得了高雄市 因为他放掉了高雄市 这个所有的选民 但是呢 他却舍不得他的农舍 所以种种的这些现象呢 其实表示的是 吴敦毅主席拜托一下 你可能回去要想一下 为什么你当初承诺所有的 国民党的党员呢 就是你要帮忙 推出一个最强候选人 可是后面就去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 蛮有趣的现象 来问一下这个子哲啦 这个韩国瑜说他非常担心 这个新北到时候没有人来 而且偏偏也选在中秋廉假 那现在这个动员的状况怎么样 我想 因为韩国瑜之前的造势大会 大家都有看到那个盛况啦 我说真的 现在要叫大家出来去参加这种大会 坦白讲还是要有点魅力啦 那韩国瑜他有这样的个人特质啦 当然大家会说 啊你这个是同温层啊 重复动员等等 可是你不可否认 这一票人的确是 就是对韩国瑜非常支持嘛 非常热血嘛 那当然因为新北之前比较少来啦 那所以说他办这场造势大会 当然有他的目的在 尤其就是最大的这个县市的人口所在地嘛 那当然大家刚才又讲说这个 比如说朱立伦市长啦 还有侯友余不能来这件事情 当然会让大家有想象的空间 不过我要说第一个就是说 我最近有机会跟侯市长这个碰面啦 我觉得就好像那个 我们那个新北市的主委讲的一样啊 就是说未来侯市长一定会支持韩国瑜 那只是说在什么时间点上又怎么行事 我觉得我们要尊重侯市长啦 那他觉得说现在我把市政搞好 对韩国瑜就是最加分嘛 那我觉得OK啊 韩市长当时也说尊重嘛 那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侯市长要怎么 他是一张王牌啊 我所诚对国民党而言 那他个人的形象 或他个人的政治资本也相当雄厚 那他怎么样出现 用怎么样方式来支持韩国瑜 可以得到最大的效益 我觉得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啦 我只能这么说 那朱一伦市长 刚才有人提到说 是不是跟韩国瑜怎么样 当然我不会说他们什么什么 卢焦四七什么 但是我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嘛 其实大家想想 你说韩国瑜真的不懂了人情世故吗 初选完 国民党初选完之后 他马上就去拜会朱立伦嘛 也就跟他见了面嘛 那我觉得这个就胜不交拜不哪嘛 那你也去看了嘛 那朱市长这次当然他因为他自己有国外的行程 他去了 那那可是你看比如说朱立伦他的过去的副市长 李四川 那这个这个什么 还有他过去的团队人员 在那个国政国务团里面也占很多 那所以我觉得他跟朱市长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至于会不会韩朱沛 我就要看那个氛围啦 那还有这个就是说需求啦 就是说朱市长当然是一张好牌 你从那行政经历 那他当过桃园县长 又当过新北市长 跟韩国瑜坦白讲 是还是有一些南北平衡 所以说他们有些互补 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选举到目前为止 还包含郭董的这个态势 到底要怎么走 当然17号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那个 这个确定的答案 所以说这个恐怕不会是现在马上要做决定 就副手人选 当然有一些党内一些人士 包含那个江启程委员嘛 也出来乐见其成 其实我很早以前我就说韩朱待放啦 那会不会这样子 就说韩国瑜跟朱立文真的备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再观察啦 那再来我要讲那个慈慧公 还有这个永连市 刚刚大家讲其实也是有点道理的 可是我在想如果你反过来看 如果韩国瑜没有去这两间 因为这两间寺庙都是非常香火鼎盛 人气很旺的地方 很重要的地方 如果他没去 那大家会怎么解释 韩国瑜害怕啦 不敢去啦 你怕陈红昌 怕郭董那厢 不敢去啦 可能也会这样解释 大家都还没想你们 你自己先想 韩国瑜今天就先想啦 然后大家会想说 这个行程怎么排的 香火这么鼎盛也不去 幕僚又疏失了 我坦白讲 就是说它是一个地方中心 是个信仰的中心 该去的还是要去啦 那你说过去 我们就是分分老老 那么多些庙 他不去永连市 大家也不会注意到啊 不去啊 我也会被做文章啦 那我觉得 不是 我跟你说 刚才那一张 讲说他唱歌 《龙珠回陶》 那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庙啦 就是说当大家越质疑 又越怎么样 《龙珠回陶》 是韩国瑜自己点歌的吗 他自己点歌的喔 我不曉得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要合音那么快啊 至少他接受这条歌嘛 他如果不喜欢他不会唱嘛 那龙珠回陶 当然他自己都不必会过去 一二十年前 他有那一张 比较荒唐的岁月 年少轻狂的岁月 他没有否认过啦 那《龙珠回陶》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大家忘了 这首歌我超爱 如果我可以唱的话 我给我五分钟 我会唱完 我要讲的是说 这一条歌是 你也可以唱一下啊 邦韩市长上个两句来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讲的是说 他的意义不仅在于说 邦韩市长打歌啊 回头这件事情 《龙珠回陶》 是时下年轻人爱上的歌 我觉得指责当然很辛苦啦 因为要辩论 要帮他辩护是有点辛苦 但是侯友宜 跟韩国瑜之间的关系 或者互动 李乾隆说 侯友宜一定会支持韩国瑜 在什么适当的时间站出来 李乾隆 我觉得那都是场面话 李乾隆说 侯友宜一定会支持韩国瑜 在什么适当的时间站出来 李乾隆 我觉得那都是场面话 你一定要 这个话音要从侯友宜嘴巴 讲出来才算数 李乾隆是台北市党部主委 他一定要这样讲 否则的话他根本就不称职 这第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说 侯友宜 在侯友宜心中 韩国瑜现在扮演的角色 他认不认同 你知道新北市的议员有讲说 侯友宜 因为新北市议员民进党都说 侯友宜根本看不起他嘛 因为 他说为什么他看不起他 因为你就选上市长以后 你并没有很认真的做高雄市长 而且你的市政并没有表现得很好 对 当然他最近在一直推这个双语营 双语教学 他自己每次讲英文都是那种 那个broken English 还要去教人家双语 好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侯友宜 到底是不是真的看不起他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不认同他现在扮演的角色 这个是百分之百 否则不会所有的活动 他几乎没有出现 比如说你说国民党的那个全会 就在新北市 而且那个运动场 就在他的那个市政府旁边 就在旁边 所以国民党很多大佬 就跟我讲说 那干什么 他说他绕一下也可以吧 露个脸也可以吧 他连露个脸 他都懒得去露脸 对 所以你说你今天去办造势 他怎么可能去跟你同台 而且侯友宜是那种很本土的那种 蛮老老实实的话也不是很多的那种 他就很踏实很务实的那种 他有时候很固执 对啊 他不可能去跟你韩国瑜 在那边蹦蹦跳跳那种 不可能 所以 与其说 李乾隆说他会支持 李乾隆是台北市党部主委 国民党的 他一定要这样讲 否则他根本就不称职 这个我们可以等待 可以观察 到底侯友宜出来 到底会不会挺吗 这个当然 到时候 这个什么一般养 瞪眼嘛 这个我之前很早以前就讲过 侯友宜市长以前就讲过 他到了112 10月22号 最后独立一尊 在国民党里面紛争全部结束 国民党最后是谁 要在选举公报上面出现 代表国民党 那个时候他就会支持 你头有一个没信心 薛伟哥跟这个侯市长也很熟 所以说说这个形成 我觉得不会 我对我额颜不会困扰 比较困扰是说这一段期间 他还没出来之前 会不断不断 会拿来被炒作 這是你們公民黨自己的問題 沒有 坦白講 當然這個韓國瑜 當然他也要展現實力 剛才講說三層的鋼鐵韓粉 還不夠嘛 如果要贏三腳都 你也要四聲對不對 你也要四聲 聽了這麼久我想講 我只要問你 國民黨的學會重要 還是9月8號造勢重要 韓國瑜如果要去永遠市議 也要人家主委在才去好不好 對啊 人家主委不在家跑去 他就算了不上來講什麼 你怎麼說 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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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